当然得聊一聊山东篮球 山东人这个球风应该说和山东人这个性格相似 别管他输赢 我都挺支持 这杯挖掘机挖掘比赛凭实力 各位好我是篮球挖掘机师傅 我们挖掘机就进到了新的一期 然后这一期我们请到了非常重要的新的来宾 让我们首先欢迎著名的篮球运动员和教练员 广告兵龚儿岛 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位 那就是我们的挖掘机师傅宋师傅 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 据说宋师傅跟龚儿岛可能过去不那么熟 但是还是有一些渊源 听说你是山东人是吗 对我是何德 所谓山东球迷喜欢龚儿岛好像是一个非常天经地义的事 必须的 那行 那介绍完二位我们今天的新的来宾 那我们要进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那是上一期节目啊 有人给留了一个这个所谓的盲壳问题给到龚儿岛 有没有谁能够成为从COBA走出来的球员里边 第一个进入CBA的全明星正赛 我觉得有几名应该说都具备这个能力 最早的话应该是曾灵旭 包括这个张宁和这个今年的这个庄园秀 王岚清应该说是几名球员吧 应该我觉得都具备这种实力 好那我们感谢共产党的回答 那这说明对张宁和王岚清呢 还是非常的看好的 一个来自北大 一个来自清华 好那我们呢 现在要进入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啊 每一期都有的一个小环节 那我们进到这个我画 那你们猜的环节 说实话呢 有点对我提出了挑战 好 我画完了 我很努力的画完了 这个给二位看一下啊 是三个字 我再给你们多一个提示 反正是一种吃的 烤羊 酸羊肉 那就二位把这个达尔写在自己的板子上啊 看一看一会你们能不能猜对 三个字的一种食品呢 后面是个炉子的时候 是个碗 是个碗啊 我们再给大家几秒钟 那三个字 好 请量提 好 孔志导写的羊肉汤 宋志导写的上羊肉 恭喜孔志导答对了 就是羊肉汤 羊肉汤算是山东名吃吗 应该是算山东的 平时 因为山东包括江苏 应该中原那一代吧 包括北京对这个羊肉汤 尤其是最近这个季节啊 确实喝一碗羊汤就暖和 那这个为什么化这个羊汤呢 我是听说啊 宋志导跟这个食物颇有一些小故事 那是这个之前 这林书老有录过一个节目的时刻 林书老给您做了一碗羊汤 是有那么回事 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经过呢 这个羊汤是他那个 从我们老家给我弄过来的 火 他烙的这个饼 我们老家不是吃那个 羊汤旧饼吗 葱花饼 就是从盒子给您弄来的 那还挺用心的 对 那当时跟林书老接触 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拼一尽人挺好的 是 那他肯定是这个价子 这个反正以我跟他的 不多的接触来讲 他这个人 智商和情商确实是非常高 当然这个我觉得 对您来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对 今天呢 请来了二位 从山东来的朋友 要聊的其实就是咱们对山东篮球的一些印象 现在就进入到正式的今天聊天的环节 好 那咱们进到今天的最重要的这个话题的部分 当然得聊一聊山东篮球 公主导致作为山东篮球 曾经的最著名的球员代表 现在也成为了很好的教练员 举了个很好的成绩 就想问您一下 您心中山东篮球 有没有一个整体的概括 您的印象是什么样 山东篮球通过这个几代人的努力 在我这个打球的话 那时候包括我的理解 山东人这个球风应该说 和山东人这个性格相似 做人比较实在 比较踏实 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 打球相对和这个人的这种风格 应该说还是比较接近的 以往山东队这种特点 重防守 就是说相对的打球 球风也是比较朴实的那种 包括这个进攻非常这个华丽的 或者很好看的这种 我觉得比起来有些南方的球队 这方面略显不足 相对的就是说 这个防守上面的话 就是相对的 大家投入的比较多 是吧 杂杂事实的 就是说叫朴实而不华丽吧 我觉得山东队的这种 球风应该是 给我的感觉 多年的话 一个传统是这样的 宋师傅 您作为山东人 肯定也山东队的球迷 也肯定看了山东队很多年的球 您作为一个球迷来讲 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我的感受 就感觉给龚之导说的是 我们山东人比较直 就是实在 对 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有什么是什么 我感觉反正我们那个山东这个篮球 别管他输赢 我都挺支持 那我们还想请问一下 广主导 98年的亚运会决赛 就是您当时血染赛场 但是呢 还是赢了韩国队 那个比赛 您到现在自己印象什么 应该说有非常深的记忆 因为当时这种情况比较特殊 因为当时这个98年亚运会之前呢 因为连续的中国队 连续应该是五届 包括亚运会也好 亚锦赛也好 连续的五届的冠军 97年的当时利亚 得的这个亚锦赛呢 意外失利了 输给韩国队 那时候应该说第三名吧 是 那时候在伯拉宾的目标 就是亚洲冠军是 一定要拿 就是属于就是硬性指标吧 对 那就从狗儿老开始 其实因为您毕竟逍遥王吧 大家都对您的名声 非常的熟悉嘛 然后那时候也作为 山东球员进国家队的代表 那从您开始 后来山东队 其实一直有能够 球员入选到国家队 包括可能也算是 咱们国内各球员代表当中 人才比较不断档的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山东为什么篮球 一直能有这样的一个 不断的发展 有一个可持续性的 这样的延续呢 这个山东吧 应该说这个是篮球大省 我觉得现在说篮球强省 现在还谈不上 可能大家这种原来 包括一些前辈也好 包括我们这一批 包括后来的话 山东人就是说 对这个篮球 对体育的热爱 你包括足球也好 各个项目也好 我觉得大家相对的话 对体育这方面 大家还是相对比较热爱的 球迷也众多 这几年的话应该说 虽然有限出了一批 相对比较年轻的这种新秀 包括之前的小丁也好 丁也好 包括后期的陶汉林 包括还有些很多年轻的 这种优秀球员 我觉得山东这几年的话 应该说在培养清岁上面 包括培养梯队上面 就是说范围比较广 现在就相对这种尖子比较少 到了这种顶尖 或者锅内这种 真正是明星这种球员 相对的比较欠缺 明白 那这个我们刚也聊到 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想请问一下宋师傅 在您的本专业当中 比如说在咱们这个发掘机 在这个工程机械行业里头 可持续发展 现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的 以前我是07年吧 那时候接触的 在新疆嘛 那一矿上 那时候刚接触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是 就是这个环境比较差 就是说 对 它是挖煤矿嘛 特别脏 反正你坐在架势里面 干一个班的话 就是一天下来 嗯 就是戴口罩 鼻子里面还是灰 对 没有说环保这一说 那时候全是就是说 有劲就行 矿上基本上都是卡的 是 它那什么 有劲 但是身败就不一样了 现在慢慢的 就是说 包括这个环保 嗯 还有这个 节油这方面 它能每个机型 对比别的机型 能保证你油耗 同样的出这个 出这些量 但是烧油 它敢给你保证 嗯 超过多少油 这个 我补你 是 那还是对自己的产品 技术很有信心 对 对 对 那我听说 就是今年开始 这个排放标准 在工程机械上 也做了一些新的规定 和更改 什么 做的这个排放标准呢 应该就是出到国四了吧 嗯 以前呢都是 国二的 嗯 嗯 我的现在用的都是 全部是国三的 嗯 这个 因为咱们北京这个环保 要求 现在全国也都这样 是 这个环保 嗯 要求这个环保 现在又出的这个国四嘛 就再往下就都该用国四标准的 对对对 对 因为国四 现在已经上市了 已经都上市了 对 应该接下来好像 按照这个标准 新这个出售的机械 都得是国四标准的 对 也确实说明 咱们是把这个环保和可需发展 都当成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再进行一个维系 就是在发展的时候 不能忘记对环境的保护 不能忘记对能源的这个节省 那咱们现在要准备进入到一个游戏环节了 这个游戏环节呢 一会儿我们会请上阿特比乐的一个挖掘机的模型 会有一个这样的小游戏 就会给大家来介绍这个规则 在这个环节呢 希望宋师傅手下留情 好 那现在二位请看 那在你们的面前呢 已经放上了三样东西 一个呢 就是咱们卡特比乐的挖掘机的模型 那这个是咱们的主角 它是可以遥控的 别看它是一个模型 但是劲儿非常大 然后呢 这个是咱们的一些小球 盛在这个盒子里头 咱们呢 就是那通过这个遥控器 然后遥控这个挖掘机 把这些小球装进这辆矿卡里头 然后呢 二位每人一次尝试 谁放进去的小球数量多 谁就获得这个环节的胜利 准备开始 好 这伙 您差点把整盒拉走了 这个用过大家伙的 还是经验比较丰富 哎呀 弹出来了 好 恭喜共产党 以2比0取得了胜利 好 宋师傅 这是今天的 惩罚的这个小道具 然后呢 这是咱们卡特比勒的一个 随身的搅拌杯 卡特比勒的这个产品线 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然后呢 咱们就用这个杯子呀 给您调制了一杯健康的饮品 是什么呢 我就先不告诉您了 哪怕对您产生一些心理压力 然后呢 请您一饮而尽 然后呢 说出咱们的slogan呢 实感成就梦想 服务传递价值 山东人喝 我觉得杯里一般都不能留东西 健康吗 感受到他的健康了吗 苦 哎 是一杯苦瓜事 实感成就梦想 服务传递价值 那今天呢 咱们的节目也就到了将近尾声了 然后呢 最后我们要有一个小环节 请孔二老帮我们一个忙 给下期嘉宾 留一个盲盒问题 本赛季山东队阵中 谁最有希望被乔尔杰维奇 选入国家集训队中 好 那感谢狗人党 那也感谢宋师傅今天的光临 和我们聊了有关山东篮球的很多故事 那我们本节目就到这儿 过一段落了 我是篮球巴掘机师傅舒海 希望您和我们一起 勇实干成就梦想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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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